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伍丁亥己亥甲旭 这个女命他是说 他前三柱都是 月日时都是一种空王的现象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 各位空王在五行派里面 他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五行派不管再怎么讲 他都是回归到五行申克上面去判断 所以神煞这个东西空王 他并不会在里面瞎脚步 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庚金克甲末 然后以他的地支火生土去克亥甫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财星本来就有一桑 有一桑 那来讲 他有没有看到庚金克甲末 所以他的关心本身就落 他现在进入了叫做甲申大运的时候 那进入甲申大运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克他 但是这个就过来了 所以他产生了一个日主受克的一个现象 他的地支 他就变成五火生 戌土生金生亥水 这时候他地支两财全部恢复 但是在这时候他会产生一种情况 他会产生什么情况 在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下 他会产生 他好的他感受不到 然后坏的他会感受特别深 所以他这一个部分 他就要变成是什么 他感受不到 然后因为又是一个日主受克来的一个情况下 官杀的部分 对女生来讲 他就会产生了感情上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个问题 他是在感情上 他也基本上都已经放弃了他的一个感情 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地支已经好了 这时候 是不是他就是有要往上一冲的这一种特质 重点就是在于 他要如何去化解这一个日主受克 所以 各位你就要了解 要怎么化解这个日主受克 那我们就要了解说 在十天干来讲 要怎么去化解他 那我们知道 甲 没有用嘛 乙 乙更何 哇 那死的更惨 这个来克他 这个还来克他 丙呢 其实有效 丙有效 甲木生丙火虽然克了十三 可是甲木生丙火可以来生 那丁没有太大的作用 物可以 那吉也可以 庚也可以 那心 心比较没有作用 任回 都没有作用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其实他在这几个丙 物 己 庚 这个四个流年里面 因为他的大运是甲 在这四个流年里面 其实都会让他有机会 一次性的 因为日主受克解脱了以后 就直接往上 往上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说 这个八字 其实他在之前的大运 他也是走得很不顺的原因 就是因为 各位他在之前是什么 他这个是女命 逆推 所以他之前是乙 乙更义合 甲木 他就 灌进来了 所以他也是一样 会产生的是 所谓的日主受克的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其实他来讲 他前这一柱跟上一柱 他其实都面临到这一种问题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完蛋了 无空亡 怎么办 其实各位 这个就是他 一个排列组合上 出现了他的日主受克 然后而且是连续两柱的一个情况 所以才会导致 他的一个感情的一个部分 特别特别差 而他递之的好 他也感受不到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